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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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 美國有一些媒體爆料 就說美軍 他們曾經在疫情期間 動用他們軍方的網軍水兵 大量註冊了一些虛擬的帳號 然後用來攻擊和抹黑我們中國的疫苗 這件事是涉及到兩任的美國總統 即是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 即是拜登和特朗普 兩人 證明了美國兩黨的總統 其實都是草奸人命 視人命如無物 就算人們死了 也不要緊 因為達到他們政治目的 才是最重要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待會你們就知道了 看完路透社的報導之後 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這個世界曾經有人說過 就說只要一個謊話 有一萬人說 可能說一萬次 這件事就可能會變成一個真話 這個很明顯是一些以俄傳俄的行動和手法 而現在的資訊是極度流通 流通到你可以在網上找非常多不同的資訊出來 什麼資訊都可以 但是這些資訊他們的真確程度 是成為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這些資訊很多都可以被製造出來 甚至乎大家看到理想維基望的東西 原來大家知道的 全部都可以用人手改的 你改得 我改得 大家都改得 那 大家認為一些很真實的資訊 又是否真實的呢 我們2019年的時候試過 又說不知道何時死了些人 太子站又死了一個人 結果太子站死了那個人 在陰曹地府爬上來 說他沒有錢 當你想燒陰師指給他的時候 他說我不用 港幣、美金、英鎊 我全部都招殺的 根本都沒有死 是吧 所以呢 有很多 就算現在 有些 媒體 網媒 有很多網媒 他們出的新聞 其實很多都是假的資訊 有些大家以為是很真實的網站 原來他在說的都是假的資訊 這些就是科技 資訊太發達的一個不好處 這次 是美國的路透社 他爆料 他就說 在疫情期間 美軍動用他的軍事的力量 開了大量的假帳號 去抹黑我們中國的疫苗 尤其是科興疫苗 這個抹黑疫苗行動 是橫跨了兩人的總統 即是特朗普和拜登 這些小學雞之餘 又低能 而且草奸人命的做法 是只有美國這些邪惡的國家 才能做出的 真是 美國 的路透社 在日前 發布了一篇調查的報導 當然他們這個調查報導 即是如果 如果 美國的民眾 是認真嘴咀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其實他們的政府 是極度邪惡 以及是極度不理任何人的生命 報導的調查就說 美國的國防部 在新冠疫情期間 曾經以菲律賓為受眾 接著發起一些秘密行動 就透過散布一些懷疑論 接著虛假論 就誣衊我們中國的科興疫苗 令到菲律賓的民眾 不信任中國疫苗的安全和效力 以及不接受中國提供的其他援助 所以其實 你見到菲律賓在疫情的時候 是死得人多 為什麼呢 現在告訴你 那菲律賓會不會 他們的政要 會不會看到這個報導之後 向美國問責呢 當然不會 現在菲律賓的總統 他的領導人 他們屋的錢在哪裡 即是你們想想就知道 OK 那怎麼會就美國呢 對不對 路透社報導就說 美國的美軍 就在2020年的夏天開始 在社交媒體 Ace 即當時繼續叫做Twitter 的社交媒體 註冊了很多個不同的假帳戶 基本上他們註冊的假帳戶 都是發文 評擊中國製造的口罩 檢測包 喂 你美國 是用得最多 我們中國製造的口罩和檢測包 即是除了我們中國之外 你美國 是用得最多的 你究竟說這些話 可能他想我們中國提供多些 口罩和檢測包給美國 就不想提供給其他國家 那抹黑我們中國 還有 抹黑我們中國政府 向菲律賓 提供幫助的科興疫苗 並且散佈一些反中的標語 而科興疫苗 就是菲律賓人能夠接種的第一種 對抗新冠病毒的疫苗 當時我們 將這些疫苗 去拿去給外國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收錢的 美國提供的疫苗 是逐針跟你計的 你就想 你便想 為什麼要抹黑我們 影響美國利益 有時候我們做好心 都好像很難 我們中國人有時候 是不是 真是 無可憐 做好事好心 你見的 很多時候都被人抹黑 很多時候都被人搞 OK 他做了些例子 就說 例如在2020年7月份 有一則用菲律賓 答家樂文寫的一篇鐵文 裡面的內容就是 新冠肺炎來自中國 疫苗也來自中國 別信中國 他們有沒有想過 新冠疫苗其實是美國帶去中國 新冠病毒是由美國帶去中國的呢 第一款的新冠疫苗其實都是美國的呢 是不是 MRNA 為什麼美國他們這麼快會做到 他們聲稱對抗新冠的藥物和疫苗呢 那你就想想 是不是 什麼新冠肺炎來自中國 疫苗來自中國 根本 新冠肺炎來自美國 疫苗也來自美國 但是 當你要的時候 美國就不給你 要你用錢去替他換 我們中國呢 就好心做好事 誰知道 就被你老屈 是不是 當然有些沒路的信長 沒辦法的 文字旁邊還附帶著 一張注射器的照片 裡面五星的 我們的國旗 以及一張標升的病例圖表 另外還有一個鐵文也都寫話 從中國來的個人防護裝備 口罩、疫苗都是假貨 只有新冠病毒是真的 所以美國呢 想想他們做過這個言論 是真的很PK 明明就是美國搞這些新冠出來 明明就是美國紙都按不住 自己又不夠口罩 又不夠呼吸機 又不夠防護裝備 最後是要求我們中國 幫他手向他提供 那算了 我們都為了人命至上 生命至上 是不是 向他提供 結果原來他 在後面不斷抹黑我們 好人難做呀 有些可能 美國下次再給天收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想一想 我們應該要把這雙手 搞定我們自己 然後就看戲好呢 是不是 報道也都說 他研判美軍發動的反中國疫苗計劃 其實就開始於2020年的春季 並且逐漸向東南亞以外的地區 不斷擴散 散布對中國疫苗的恐懼 也都在2021年中 就結束了 因為基本上 那些人都已經注射了疫苗了 他們那些人都看得到 其實打了中國疫苗那些 真的不會中招的 或者中招 都不會重症的 真的有用 這樣 那就沒有啦 不用再宣傳 宣傳不行 亦都 即是 每刻不行的 每刻不到 大量數據存在 是不是 而且 美軍亦都會對中亞和中東地區 穆斯林亦都制定了一些不同的宣傳方法 去散布對中國疫苗的恐懼 例如說 疫苗裏面是含有豬名膠 即是中國疫苗裏面含有豬肉的成份 豬的成份 所以穆斯林是不會吃豬肉的 大家知道 穆斯林不吃豬肉的 即是我們 我們中國回族 他們不吃豬肉一樣 他就說 疫苗裏面有豬肉的成份 豬名膠 信那個人的腦子真是膠 你怎樣 你怎樣 泡一些豬肉下去 大哥 所謂的嗎 所以 他就說 因此中國疫苗 是不會符合伊斯蘭的法律 當然他抹黑很愚蠢 但問題是信的人更愚蠢 很難搞這件事 報道亦都說 抹黑中國疫苗的計劃 就在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 他的任內就啟動了 即使去到拜登上任之後 這個行動仍然是維持著一段的時日的 我懷疑 我們香港那時候 有一打我們中國疫苗的時候 不是在那裡 被人不斷地網上抹黑 又說沒用 又說打死人 又說什麼 心機嫌 又說成這樣 我懷疑那些都是美國的間諜 然後就幫美國做事 在香港這裡 就搞亂我們 一些叫做認同注射計劃 當時還有一些黑暴的護士組織 醫護組織 又是罷工又說 又搞這些事情 我覺得那幫人 都是受到美國控制的 OK 那麼拜登政府在2021年的春季 才慢慢下令 停了停了沒用了 不需要了 不需要搞這些計劃 停什麼計劃呢 包括抹黑競爭對手 中國製造的疫苗 而美國的五角大樓 亦都是開始展開一些內部審查 其實中國的疫苗怎麼用呢 審查一下不如 跟我們美國的疫苗有什麼不同 才慢慢開始審查 亦都是審查 究竟這樣的網絡沒什麼方法 對中國的疫苗是否真的有影響 影響有多大呢 做這些審查出來 報道亦都說 有一個五角大樓的高官也都承認 美軍確實是從一些秘密的宣傳途徑 從事他們的軍事活動 去一些叫做開發中的國家 抹黑我們中國的疫苗 但他就說 長情不要說 不能說 不要說 美國國家機密 而有一個參與他們計劃的 美國美軍高官也都說 他們從來都不會從衛生角度去看這件事 因為他們接到的任務 你知道是軍令如山 接到的軍令就是 要研究如何詆毀抹黑中國 去踩低中國 去幫美國抬起頭來 這樣抬頭有用 美國的達德茅斯學院的傳染病專家 魯塞 他就對美軍這些秘密行動 他表示 沒有辦法接受 他也說 美國政府這樣的行徑 令人感到沮喪 失望 而且是理想破滅 嘩!草間人命 嘩!是這個人命 如無物 那又怎樣 他們在乎嗎 政客 是理會這些事嗎 不理會 所以你就想想 邪惡的軸心 是哪個國家 我相信大家 自己有你們的想法和評價 不知大家有甚麼看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文傑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日常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